抱歉 打擾一下 吐先生 能否告訴我 你是怎麼在一瞬間制服了那兩人的 事情是這樣的 今天就讓你看看 女人的腦膠是怎麼蹦出來的 千玥 不要 這是 星鏡 大海 前兩次的星鏡突破 都是順勢激發力量 像江河一樣 然而容納百川的大海 沒有地勢依靠 要掀起滔天巨浪 唯有 依靠風的力量 這是屬於我的世界 是我的心動 喜 你 飛行出鞘 可惡 你來了就沒打算活著回去 你跪雲鏡吧 是你自找的 事情就是這樣 你在講 神話故事嗎 信不信由你 反正事情已經擺平 我的任務完成了 隊長 現場人質的記憶 已經全部清除了 好 喂 你直接對他們的大腦下手 不會把他們變成智障吧 放心 只是用催眠法 讓他們忘掉我們與敵方交手的記憶 不影響他們的神智 唉 那就好 楚先生 雖然我們解決了這次危機 但事情還遠沒有結束 我們通過被捕的殺手口中 得到了刺殺名單 他們的目標多達上百人 而且諸神黃昏也絕不會放棄任務 與其被動迎戰 不如先下手為強 哦 那你們加油 嗯 和射想的不一樣啊 他不應該痛快接受嗎 要不要跪下來求他試試 嗯 沒事 我先走了 等等 特調局勢官方組織 這個計劃不能由我們執行 稍有不慎 會釀爭國際危機 你們不會是想讓天靈 替你們去吧 這是為了國家大意 希望楚先生能認真考慮 拜託了 前方記者發來特訊 昨天下午 錦江飯店突然遭遇犯罪分子襲擊 大批市民被挟持 特戰隊員秘密潜入飯店 一舉將犯罪分子全部抓獲 啊 居然有這麼大的案子發生 啊 這是 楚天麟 後面的事就拜託給你了 放心吧 你們幾個 路上要聽千月姐的話哦 別調皮啊 嗯 老師 你不跟我們一起回去嗎 我還有點事情要處理呢 答應我 一定要保護好自己 我想你保證 實在打不贏我就跑 哇 我等你回來 嗯 千月 千月姐姐 老師要去做什麼啊 去做個英雄 怎麼了 女朋友不要你了 你胡說什麼 誰有女朋友啦 你亂說話啊 小心走雷劈 那你怎麼會獨自留下來啊 你怎麼會獨自留下來啊